《90 後翻牆大作戰》 歡迎回到最星一集《90 後翻牆大作戰》 沒錯 因為上個星期是紅一 所以我們隔多個星期才回來 保祝大家復活節快樂 上個星期是復活節快樂 然後用沉重一點的心情 說一些沉重一點的說話 願這個地球再少些天災 願大家平安 始終這個星期中真的發生了一些不太開心的事 絕對是 最重要是平安 因為星期三在台灣發生7.2級大地震 其實星期四除了有台灣的沿陣之外 其實日本福道外海和內地青島的一個城市 我真的忘記了什麼城市 因為我真的沒有支援手 也有發生過一個小的地震 不過是沒有人傷亡的 但是同時間 兩天之內有三個地震 大家都明白 我覺得包括一些 我不是在說左膠那種 但是環境保護問題 究竟人類對這個地球造成什麼影響 甚至乎都可能值得反思一下 但是最籠統的說一句就是願地球少些天災 大家平安 人類平安安 健康平安最重要 沉重的說話 其實我們這一集之前 再上一集 我們上一集 前一個星期 我們就說了一些很醫學 醫學得來很活該的東西 包括 其實我們就開了一個 認真用電腦 八課前書就是說有些什麼可以塞進這個 seafood洞裡 原來 我有些朋友再看一些新聞 他們再跟進 不要跟進報道這麼嚴重 就說原來有什麼開心樂園餐玩具 又怎樣 好像有些人特別說到 原來是哪一套日本戰隊的機械人那隻恐龍 原來是很特別說到哪一隻玩具 第一說 碗龍啊 碗龍變成了機械人化都很尖 都很恐怖 不過什麼 奧少上一集錄完那些題目 接著有一些就是百科傳輸人 塞了什麼可以塞的地方 另一個就是說什麼 你如果用電腦的時候 蕭嫌用過幾個小時就會揚毀 其實本身有少少跟進報道 不過可以很快說 其實在那件事之後 就是椰子那件事 香港就有很多媒體報道的 包括我們都有談 但是其實在台灣這件事 就罵得沸沸揚揚揚 可能第一 椰子那件事發生在台灣 或者他們台灣媒體 覺得台灣人比較喜歡這種癖 我不知道 台灣都follow了幾天 每天都有些新聞 就跟大家細數一下 包括我們上個禮拜 就是我們上一集就細數了很多不同的東西 包括砲彈 砲彈 是的 原來其實我就看到一個 就是都是台灣 這件事是瘋過 瘋過一個椰子 其實不是椰子瘋 是椰子硬的 不過這個也硬 但是椰子再硬一點 是 就是整個木瓜 木瓜 我記得我的朋友 就是長條型 木瓜 雪耳塘水 就是木瓜 我剛才跟朋友說 有些人塞了什麼生果 我說 那些人是不是想做生果盤 我剛才說 什麼都塞了 就是整個生果盤都在一起 然後就是所謂的巴克球 也有 巴克球 現在可能是在大陸 或者叫做 格仔店很流行的 一粒一粒一粒 鋼珠 就是很磁石 然後把它圈起來 又變成一個形狀的巴克球 我不知道 大概說到是這樣 大家夾一下 鋼珠玩具 或者攝石 那些 可能是砌建築物 砌模型 那些 但是他們就說想砌一粒 就是砌一粒 那些粒一粒的 嗯 我不知道 我解釋不了 但是我又不希望 嘗試去解釋他們的心態 你明白嗎? 好像有一套卡通 或者什麼 動畫角色 幸好你真的不是這個年代 對不起 我又漏了 那個鋼珠 不是塞後面的 是一位男士 14歲的男士 把他塞在尿道裡 說得很噁心 就是什麼 但是他塞了30粒 其實都 都很過癮 因為剛才我想說 有個動畫人物 幸好不是這個年代才紅 串燒三兄弟 如果串燒三兄弟 這個年代才紅 肯定被人拿來塞 好像不是這個年代 我不知道那個年代 會不會是Chikawa 被人拿去塞 我不知道會不會現在 因為Chikawa三隻 三隻Chikawa輪流 你要明白這個世界上 都是這句 無其不有 是 無其不有最容易應用到 可能現在Chikawa大集合 變成Assemble 真的 無論如何都好 我就覺得太瘋了 我們瘋了 我們瘋了 我們講完也沒那麼瘋 不過我都跟少少屎尿屁有關 有些瘋狂 但又好像一班人達成了一件事 叫做破了世界紀錄的一件事 話說在三月的時候 應該是三月左右的時候 美國的密蘇里州 有一間博物館 他們打破了一項的建力士世界紀錄 就是他們召集了三百位的市民們 一起做了一個狀舉 這個狀舉是什麼 就是拿底褲套在頭上 嗯 是不是白色底褲要投降那種 是 真的白色的 我沒有記錯是白色的 因為內文也有寫 好像是有說明 是白色的 我看到一段影片 是白色的 為什麼要白色的 但是 後面又說為什麼 他說 這個 為什麼要有這個紀錄呢 就是因為密蘇里州的聖盧儀斯 裡面有一間叫做 城市博物館 City Museum 而說在當地時間 3月14日 有一項活動 因為這個日子 是當地的一個節日 還想紀念那個城市的區域 號碼剛剛 原來就是314 所以說 大約幾百位的市民們 湧入這個博物館 而這個 官方 就是想一起破一次世界紀錄 即是破一個 建歷史 當是在這個節日裡面 有一個建歷史紀錄 拿回來 好像圍去那個地方 就 就是 慶祝一慶祝 而說 官方 就是每個人 準備 最重要的是 他準備一條 乾淨的白色內褲 就是大家不要太瘋狂問 想問 這條白色內褲 中間會不會好像有一隻角 那樣呢 有些顏色 highlight 這樣 沒有那麼瘋狂 雖然大家我知道 同時一次我們節目 想播放時間是下午 對不起各位聽眾 而說 無論是大人小孩 大家都會把這條內褲倒轉 套在頭上 而在當地的時間 大約兩點半左右 建歷史世界紀錄的官方裁判 就在現場宣佈 或者這個城市博物館 City Museum 以355人的成績 打破了 底褲粒頭的世界紀錄 嗯 嗯 嗯 原來說 其實有些人想 會不會 有些地方想拿一個建歷史紀錄 拿一個 叫做 不要說明星 拿一個 叫做回憶也好 浪漫一點點 有時候會專門找一些 應該沒有人做到的事 我做了去 我就拿了紀錄在手 未必有人會查這個紀錄 可能拿這個 保持者比較容易 嗯 原來不是 不是 底褲粒頭的紀錄 原來之前 是有人做過的 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不是一個人 羅家英 不是羅家英 不是那個底褲 大家媽粉穿 現在給你 不是這樣 不是的 底褲粒頭不是 是誰呢 是有一套周星馳的底褲 扭著頭 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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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裏 是誰呢 flood 是誰呢 她的底褲和梁家輝 coronary 是誰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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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的紀錄在2012年的時候 原來是在美國的伊尼諾州內帕維市 那次的紀錄是多少人去做到呢? 就是270人的 都是白色內褲粒頭 報導子春說 城市博物館為什麼會這麼強調要是內褲呢? 為什麼無緣無故要用內褲去玩 好玩不玩就玩內褲不玩其他東西 不一起白茶餐廳仿記放圓筆在耳朵上 最多人一起放圓筆 或者不是做其他東西 為什麼要玩內褲呢? 因為原來這個城市博物館除了有這個記錄之外 可能裡面還有其他東西是獲得到 對此見歷史或者其他世界紀錄認證的 城市博物館相信還有一些比較有趣的東西 在這個妙思林就是一些趣怪的東西 或者叫古靈精怪的東西在裡面 未必純粹是歷史價值的東西 就是一些有趣的東西在裡面 還有一些有記錄的東西在裡面 它還擁有一支最大原筆在這個博物館裡面 而除此之外 還有最長的搖搖板 都是在城市博物館裡面 也有一個最大的網球拍 都是在裡面的 剛才這幾樣東西都是獲得了世界紀錄認證 而為什麼無緣無故要玩內褲呢? 因為內褲你比較容易 如果說三百多個人一起玩漁搖板 那個漁搖板就爆了 怎麼搞呢? 內褲相比你來說 好像畫面比較有趣 又比較容易破 而且因為現在的城市博物館裡面 其實就是展示了一件 稱為世上最大條的內褲 那麼這條內褲有幾大條呢? 簡單來說 可能大家睡房或者客廳的窗簾布 有機會都未必夠他這樣畫 如果你的窗簾布這麼大 就好像那時候我們回到工作室錄音 工作室我的窗簾不是很大 他這條內褲是大過我那塊的窗簾 更大過我現在錄音這間睡房 那塊窗簾布不夠他帶 他這塊過來應該說 遮光我的窗簾 是高度沒有那麼高 因為有一條很大的內褲 你相信都是一把內褲才穿得上 那應該挺搞笑 挺有趣 那可能就是這樣 平時有什麼用? 沒有的 那是純粹給分 就是給分 所以可能裡面有條最大的內褲 他還未認證 那可能先套上內褲 大家一齊355個人一齊套內褲 那要刷新建力士紀錄 然後可能在建力士問 你查一下 我們除了355人一齊套內褲之外 我們這條內褲 都應該是最大的內褲來的 那種感覺 雖然他不用穿 所以純粹是課分 這個博物館 剛才說的都是一些 有看他的IG CityMills 我看到一些脆怪的東西 有趣的東西 甚至是弱智的東西 是吧 或是古靈精怪的東西 你進去 未必純粹是一些歷史價值的東西 可能是純粹漂亮的東西 純粹有趣的東西 我還看到他有一張照片 應該是進行Event之前 他準備好 因為你相信不會是 無緣無故355個人 你都會覺得 這麼巧呢 我們今天在做建力士紀錄 我一人一條內褲 拍人當幫忙 一條破紀錄好不好 當然不是了 一早會宣佈好想做這件事 希望民眾們過來幫忙 市民們幫忙 所以他們一定要做事前準備 有張照片很精彩 就是他們鋪了很多內褲 在辦公室裡面 把桌子鋪了 好 我們準備好 3月14日的訓練日子 說我們 會不會可以刷新的記錄呢 就要靠各位來幫忙 大家可不可以幫忙 一起來 完成這個最新的建力士紀錄 一起過來 給你一條內褲 套在頭上 準備一堆內褲 然後下面很多人都很可愛 大家覺得 有時候未必是這件事 做這個行為 有沒有意義 整大群人一起完成一件事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或者覺得 在歷史紀錄上 是有你的足跡在上面 都是一件很開心的事 所以接著 很多人說 在上面回鋪 會很開心 說 這件事挺過癮的 我過來幫忙 我過來幫忙 好 我過來幫忙 這件事 挺開心的 最後就是 整群人都在一條內褲子 一起舉機拍照 慶祝 這就變得挺有趣 其他剪品 我會叫當代藝術一點的東西 未必是傳統的東西 都是當代藝術一點的東西 好像有些很大隻的鞋 將一些巨大化 或者 有些建築物也有些故事 很香 可能會放一些很過癮的東西 有時候可能你 打卡熱點 拍照會很漂亮 所以這個新聞 你說有沒有什麼意義 其實沒有意義 但可不可以 都很有趣 我想到一些東西可以玩 我想破一件歷史世界紀錄 你想破什麼 你想做什麼 不是破什麼 不好意思 同一時間穿 穿一條內褲 可不可以一次穿二十多條內褲 然後又破世界紀錄 穿最多內褲的一個人 當然不是做瘋的事情 可能是同一時間穿三十條內褲 或者最大的內褲 可以刷新的紀錄是什麼 最多人同時穿一條內褲的紀錄 就是三十個人捐入一條內褲 最多人穿一條內褲紀錄 那你找到那個博物館的內褲 或者我自己找一個衣車車 再大一點給你的 我也可以 那個博物館可以這樣玩 或者做什麼 一起穿內褲 一起脫內褲 好像很香厭 一起脫內褲 脫內褲就很香厭 我們這個節目可以出街了 當年周星馳說 你也傻的 我拔一條內褲出來 我沒有說拔 我在穿那條 我藏你一條 一拔出去 拿一條就可以了 不可以 好像很香厭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一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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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來 知道嗎 要你真的拔一拔很多人 可以的 其實可以的 你有心玩 我有心申報你安排 或者一個廁所 不拔一拔一拔出來 都可以的 應該是 可能搭到幾點 全部廁所的人一拔出來 你要鬥商 鬥個刺隔數目多 可能是 這個很簡單 就是沙門時間 可能會有一些 可能會有一些 不耐煩的看奸叔叔 就說 哎 收藏沙門啊 拔完沒有 出去吧 那這些理論上 可以當是被他們做 什麼 如果是商場要玩 那他們就可以申請 建力士那些 說我想做紀錄 你有沒有興趣過來 你這麼瘋的 你平時都是瘋開的 不是這樣 那我就來 其實老實說 我拔得這麼辛苦 你都重入下一個題 真的 你正在說 我又想再吵下去 那你說 為什麼要去廁所 你拔得這麼辛苦 你拔我就入 你拔過人我就不入 其實我們每次都拔 我們有另一個樂趣 對方拔得很辛苦 我們就不入 然後就等你再拔一次 對方拔完 然後還要特意弄出一個東章拔出來 對 講開內褲 真信你去廁所都一定要脫 不知道廁所的時候 你又會做什麼 不是 應該可以再拔得更大 我也很無恥 講開內褲 有個底子 原來在觀塘這間燒尾店賣的十元燒麻飯都很划算 對不對 我突然想到 這個我亂說 因為我早前看到 早兩天看到Facebook 有間燒尾整個叉燒不眨十元 叉燒免切 說真的 叉燒免切 我就不買 燒鵝比免切 我就很適合 免切整個很難咬 我喜歡薄切一點 我不喜歡太厚切 燒鵝比就免切了 我這樣跟朋友說完 我朋友就馬上跟我說歷史 早幾天 我看完那宗新聞 我跟朋友說 說什麼歷史 他說 小島消息 野屎港 袁世凱是燒火吃死的 其實你聽說 不吃叉燒飯 吃意粉好嗎 其實有些歷史學家研究 當年拿破倫應該吃意粉 有時候被人下毒毒死的 不是 拿破倫吃意粉 很賤咎 是有人去他旁邊剪斷意粉 他怕死而已 就是拿著意粉 這樣拍開去 我知道我們又沒問題 但我也必須說過 我近來很喜歡看一個YouTube Channel 我不記得是叫Lion Fuel還是怎樣 是兩個意大利人開的 然後 他們就是 玩短片為主 就是玩views為主 然後他很喜歡就是 去review別人的片 但他們不是惡意攻擊的 是玩的 甚至是有時候 對方和他玩了一份 review別人的 那些 瘋狂的做意粉 或者做pizza的片 瘋狂的片 那些意粉 現在很流行的 煮東西吃片 把那些東西弄碎 硬碎 再磨回做意粉 是做一件沒有意義的事 他們就會發作一些 我做些什麼 他們就說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a speculativ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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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Why are you doing this to a pasta No this is not a way to cook the pasta 很過癮的 channel 有時候做pizza 又說什麼 你pizza 為什麼這麼做 有些人玩pizza 是什麼 巴西製做巧克力pizza 就說 No this is not a pizza 然後有時候 別人特意挑去機 他們會玩東西 做聯動 坐飛機去別人 裝打鍋那些人 但其實是玩的 然後有時候 日本人挑去機場 拿著抽意粉 一聲拍斷了 再扔到鍋裡 當拉麵主 我贏了 然後他們兩個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 裝模作樣 搭飛機過去 那個channel大家有興趣 找來看 他們是介紹意大文化 但用搞笑方式 他們經常在那裡 做回這些手勢 很有趣 但是 你講開野事 真的 講多一句 因為那個朋友講完之後 我當時馬上Google了 現在馬上開個瀏覽 就是一些 很多歷史史以外記載的 關於袁世凱的野事 有人說他每一頓飯吃一隻燒鵝 也有人說他每一頓飯吃一隻燒鵝 真的很動聽 我朋友就跟我說 他吃燒鵝吃死的 不過都是這句 叉燒免切我就不了了 但是燒鵝鵝 聽眾吃著 燒鵝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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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吃拿著鵝鵝飯的時候 你兩個人跟我說這些 我吃著 燒鵝鵝免切是黃道 你去燒鵝飯 你去燒鵝飯 你加錢要一隻燒鵝鵝 你記住叫它米歸錢 而且每樣食物 如果吃得太過放 都是不好的 哪怕是一些很健康的食物 很補的補品都好 你吃得過多 都是不行的 野史記載 他天天吃燒鵝 就固自然當然不行 所以是沒有的 不過說到食物 我相信如果你吃完東西 有一個地方總要去的 就是廁所 然後我來講的新聞 就跟廁所有關 OK的 這個都不隔眼 我那個隔眼 我都已經覺得很無恥 講你的新聞 這則是日本的新聞 我看到新聞 我覺得是要跟大家講的 我聽眾說 搞錯 我吃吃飯 你又講廁所 那不是說噁心的 雖然剛才說過 對不起 但這個真的不是噁心的 說真的 講到尾都很噁心的 我告訴你為什麼噁心 應該告訴你為什麼 話說 大家有時候想去借廁所 特別在街上 最慘的情況就是 你在街上借廁所 是要去入廁所的 就是你要去大工程 如果是藍師來計 藍師來計 當時多數都是 你出廁所 因為在外面的尿兜牌 其實內極很好的 你出廁所 但是 如果你人有三急 還有 尿兜 就是這樣說 尿兜 因為始終尿兜 沒有染雞籠 沒有染 沒有染 你不瘦 你不瘦 真的能看到 是的 你站在那裡 你站在尿兜道 難道你站在尿兜道 一隻手 就拿著需要去排便 小便的器官 一隻手按到電話後 按IG 你站在那裡 如果看到 你弄了那麼久 就說 先生 你是否只是滴漏咖啡 會這樣說 其實不會這樣說 以香港 尤其是 公廁的話 應該隔壁的叔叔 就會用一句 很純正的粗口 問他 問你 你瘦什麼完美 直接 我們想回現實一點 我們不要 你問你沒有 是不是做滴漏咖啡 已經看過文革 我們不要想回 我們不要想回這麼文革 因為為了節目出街 我們可以 我們可以自己 調整這些粗口 以香港人 暴躁的程度 應該會第一句 就是問他 你瘦完美 那 好像我們今天要說的 這個新聞 這個故事 有位網友 就是遇上這種 你瘦完美的情況 話說 人有三急 還要開大 很明顯 所以就要排隊 還要排入刺隔 然後 他說他忍得很辛苦 只好想 快一點 有人出來 可以讓他去廁所 雖然他不舒服 而這個時候 那幾個刺隔 的人沒有出來 而在他後面 就有位三十幾歲的 他說 他穿著建築業工裝的男士 即是職安真浪子 可能他這樣形容 就不是要說 沒有別人的 就是不是要 歧視別人 絕對不是 不會有什麼歧視 但是有些人說 那你無緣無故 不用說別人做什麼 他這樣形容 為什麼要這樣說 因為那些人說了 相對地比較粗聲粗氣 是不是 他應該想形容 他為什麼這樣說 就是想形容這位大叔 不是大叔 三十幾歲 這位三十幾歲的男士 是較為豪邁一點 或者叫做直腸直肚的男士 就是吵聲吵氣 對 也不一定 他真的有說一句 因為我這個男士 是挺型的 這位職安真浪子 他看到那些刺隔的人 弄來弄不出來 似乎他可能也看到前面那個人 的樣子是挺不舒服的 他說他那時候的樣子是挺不舒服的 他應該看得到 他就突然間對著廁所大聲喊 喂 不要在一個刺隔裡面玩手機啦 天花板上面反光 看到了你玩手機呀 然後說這句話之後 一瞬間差不多 差不多全部刺隔的人 一起出來了 這個真的是壯觀 這個真的可以拿見歷史的 我覺得這個真的有 你剛才說的那種見歷史紀錄表 其實我踢了這麼久 都只是想你說這件事 你就是要跟我繞到這麼大的圈 你有份繞的 不用讓你說的 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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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以為我不拘捕你 那些學生 很有趣的 參與團隊的人一起衝出來 而呢 這個建議勇為的舉動 他就說 這位原Pro 就是Cheater 分享這件事 不是 是現在的X 他說那天他真的忍得很辛苦 相信那位真漢子 他真的不是說自己說 他真的應該見到很辛苦 所以說那天 他應該真的很急 他應該做肢體動作 見到他真的很辛苦 所以他說很快就說 麻煩你 然後就衝進去了 他說 覺得幸好 然後下一秒就聽到沒有那些聲音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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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他還忍不住說一句很正確 就說 他覺得 這一天的遭遇 可能是便便知神來拯救他 他說 甚至乎 這位的真漢子 他是不是便便知神派來拯救他的使者 他真的在Twitter這樣說 這件事是好笑 但其實也挺噁心的 一幫人 在公廁裡大家互相 就是大家又坐在廁所玩電話 然後公廁的細菌 細菌含量其實也挺多的 然後大家就算是好冷靜 都不會是香的 然後你旁邊的人就在爆石 雖然說得很噁心 大家都明白 公廁有很多不同人 未必每個人都大便 可能有人是腸胃不舒服 可能是嘔吐 即是這麼說 或者是衛生情況 或者你上一手就在越南做打 現在夠了 不要再說了 我們聽眾應該吃一眼 你放過他們 不噁心的 可能你上一手的朋友 就在越南打個攻 玩開滴漏咖啡 在地上留兩滴咖啡 有哪個不噁心 其實有哪個不噁心 你原來現在這麼貼切 你原來現在這麼小小 聽眾人說我拿了 聽眾人拿著 一杯滴漏咖啡 你這傢伙 剛才我拿一盒燒鵝飯 你又在吵 我現在吃完飯 拿一杯滴漏咖啡 你又在動我 這麼幸運 又在聽節目 又在吃燒鵝飯 又在喝滴漏咖啡 如果大家真的 你拍張照片上來給我 我真的賠給你 不要拍照片 你先買六合彩 可能又可以搞 我賠給你 去買一張樂菜 外賣你吃又怎麼說 真的 你真是 你搞到這樣 這件事我就覺得 其實都頗不衛生 但我不太明白 為什麼人們這麼喜歡 在公廁 就是在廁所裡蹲著按手機 自己家裡廁所就沒有話可說 我相信 可能首先日本那邊 這件事 可能日本的廁所老實實 真的乾淨很多 雖然我剛才說 乾淨也好也不會香 但又真的相比其他地方 我覺得都應該算是 較為乾淨那些 因為我試過 以前有一次跟朋友去旅行去日本 我真的不知道那次是什麼事 我的腸胃全程不舒服 整天真的要借廁所 應該是 出發之前吃東西 可能有少少微味 又不是吃到中毒 但是吃完這些東西 可能不太行 在腸胃 過了再水桃不復 整天都找廁所 所以那一程 我差不多可以寫 日本廁所review 但是我review去過 那個廁所沒有一個邋遢 其實真的 全部都很乾淨 你覺得裡面逗留一些時間都沒有那麼 就是不是在香港旺角的 對不起各位聽說 就是不是在香港的旺區 不要那麼形象化 一些旺區的公廁 你想逗留來多10秒鐘都是辛苦的 就是你盡快離開那個地方 尤其是在深水埗區的公廁 不要再形容太細緻 我剛才說完旺角 剛才說了寄方名 我覺得聽不住了 我們不要太細緻 但是我沒有這件事情 可能那些人純粹 可能會不會 不知道 上班中間的那些 蛇王吞泡時間 會不會那些人跑業務 或者不用那麼快 上公司去廁所 我不是在蛇王妹 會不會被人見到我 就是如果你坐在外面間 咖啡店喝杯飲 喝什麼 才回去被人撞到 或者你可能 那些同事照鏡 晚上見面都見到 會不會我只是見面 喝東西喝了很久 可能在廁所的避開 那些 那邊的時候 有一點點文化 所以那些人會 像格局逗留一點 那些人在那裡掃手機 掃外一點 但是 真的撞正個急 在外面 這麼巧全部人都一起 按手機 還被真漢子看見 有些人說 其實 有沒有說 這麼容易反光 反到頂也看到 不過有些網民補充說 因為那些手機 有些人真的開了光 而說 如果那些廁所 本身那些燈光 可能不是很光 日本有些人都是省電燈 好像沒那麼厲害 香港不是 全部燈照得很厲害 他們說 那些廁所 真的燈是弱一點點 他們說 那些人的手機 光一點一照 就照了上面 整個白色 真的見面 這樣說 所以這個 叫做一個 真男人拯救了一個 有惹急的 迷途小羔羊 然後 我想想想 又有 有一件 都不當好笑 但是 我認識一個朋友 說他男朋友 現在變成了老公 隨便的 一件事 就說 很喜歡霸著廁所 那我問為什麼 家裡很喜歡霸著屎坑 他很喜歡霸著屎坑 即是質感意思 他排便上癮 他說不是 那因為他的先生 就是煙民來的 家裡君子協定 因為廁所抽氣扇 所以家裡唯一一個吸煙位 就是洗手間 那就是 作為一個男士 如果你問我 如果我吃煙的話 我想看球的時候 都會吃得比較多煙 大家都知道 如果真的是煙民 我不是鼓勵什麼 第二就是喝酒的時候 這樣算 所以他說 他說 每逢星期六日 播放英超的時候 他就會捧著一部大的電腦 即是捧著一部電腦 然後就蹲在廁所裡看英超 然後煙 喝什麼酒 應該沒有脫褲鏡 應該沒有脫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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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當椅子 應該當椅子 就把椅子拿進去 他有沒有買了一些便利桌 不用便利桌 就是搬一張矮椅子進去 馬桶就變了一張桌 馬桶過去就變了一張桌 自己蹲下 他再弄下去 變了國產零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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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 那些由兔廳的單位 他聽過廁所喝他用 兔廁留給你自己 那更乾淨 有他煲 煲飽他 大家幫你不喜歡用 不如什麼 他去買一個模型沖箱 撞一條喉子去窗邊 這樣就不辛苦 他在一個沖箱附近吃煙就可以了 或是凹著整個頭 你現在在模型沖箱附近 應該一開了 你找人家噴油的 飛一走他已經煙一卷一卷了 你叫他去模型沖放一個抽箱 還有那個抽箱裡面 有時候有個轉盤 被人家放在模型沖上面 轉著來噴的 他可以放一輪在裡面 然後他對著那個抽箱 人家對著抽箱就是噴油 他對著抽箱就是拿出煙 然後就抽出去 可能不用在廁所那麼久 你叫他走去模型沖 現在模型沖放了抽箱 可能把抽箱解決了這件事 我在想如果不是這樣 我就跟朋友說你蠢了 你有沒有想過是模型沖的 他就說先生 你沒見開你 身材模型 我不是買來報煙的 我又覺得奇怪一點 奇怪的 我說笑 我已經跟我朋友說笑 你那時候叫他發三張軍治協定 你就不要跟他說廁所是保煙米 你跟他出後樓梯 看看他搬不搬到電腦的後樓梯 其實很不奇怪 收不到WiFi 可能 不知道 放一條電腦出來 這麼瘋 放一條電腦出來 這麼瘋 那我覺得 有藥乾的男士 我自己不是 但有兩樣東西 你是幾經辛苦都要做的 英文幾經辛苦都要報煙的 然後球迷幾經辛苦都要看他 那你又是球迷又是英文 那他可能要拉一條電腦出來 然後樓梯 可能會 然後我就會打電話到管理處 管理處 正說 有人在樓梯 不好意思 很厲害 很久了 還有很多聲音 還要霸著樓梯 那我就趕著去 可能還要摧毀一段婚姻 不要這麼絕 那 下街 買一條長一點的鏡子 給他 在窗口扔下去 讓他們自己打扮 就是要特工隊嗎 飛虎隊遊繩 飛虎紅心 有這麼說 以前我聽過有些說法 來自一些已婚男性 真的有聽過 有些已婚男性 他們說 不是啊 有時候真的喜歡拿本雜誌 拿手機進去廁所 他說進去關門 特別是成家立室了 不只是兩夫妻 或是小朋友 有些未婚男性 他說真的進去關門 那你不會 你可能在書房做做一下 你的小朋友 一開門 爸爸陪你玩的 你廁所上才會的 那他有時候會覺得 在廁所上 爸爸我陪你爆 馬通家閣 你又去浴光那邊 一起數三隻 一二 多一句 我們在正道吃午餐的 我聽過法告 現在還在吃 我不要想到正道 我意思是說 爸爸 我有份功課要做 我們一起爆些屎坑橋 你蹲在屎坑那裡 看你不會幫我爆那些屎坑橋 聽眾信不信你 聽眾信不信你 我繞到你就不要這樣 我過不了良心那關 這條都是屎坑橋 這條就是屎坑橋 這條就是屎坑橋 或者覺得在廁所上 你納粹兩個字 他說 按下手機 無聊一下 可能他說 反而有自己的空間 會享受那個時間 久而久之前 會不會你朋友 可能有機會 都會享受時間 自己在廁所上 還有一罐啤酒 雖然是廁所喝啤酒 好像比較好 但是你無所謂自己的廁所 不會有什麼 然後又有一部錄圖 可能去享受 其實對於說 那個人不是廁所無所謂 他只是享受那個空間 只有自己 一個人在那裡休息一下 這個空間又這麼幸運 這個空間又這麼幸運 可以達到他滿足了他需要的目標 包括煲煙 包括看球 包括自己一個 還有用啤酒 喝到急急還可以順手去安寧 是啊 是啊 很齊勢 喝啤酒最忌忌 喝啤酒最忌忌 就是沒有廁所 你知道喝啤酒急得如何 急的時候 找不到東西 麻鬼煩 他又不用了 我現在出街都 盡量少喝啤酒 就是廢鬼少喝廁所 廢鬼少喝廁所 廢鬼少喝廁所 你真的想想 他會不會覺得 是不是很享受呢 這件事 其實很有可能的 其實 有一個模型抽箱 叫他買一個模型抽箱去 但是 講開這些都是 來自鐵路站的東西 另一宗都是關於 交通工具 關於鐵路站的東西 那 這個是關什麼東西 都是來自日本的 來自Twitter那邊 有一件事 挺有趣的 拿出來講一下 那這件事 話說 在Twitter那裡 就是現在Ex 有位網友 就上載了一張圖 他就上載了 說他得到了一張卡 那這張 那這張 我多怕你說 上載了一張 港大長腿女神的圖 英文是 嘩 說這些 我聽眾說 大哥 放過我們 真的在爬飯了 這個未必個個明白的 不過 不明白就 明白的聽眾 就 叫你給飯錢 不明白的就 不要明白 不要搜尋 千萬不要在Google搜尋 千萬不要在Google搜尋 港大英文是長腿女神 但是你說這句話 這麼細節 就是想讓聽眾好奇害死貓 那這個未理智 那你自己拿來指得 叫了你不要搜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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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大英文是長腿女神 你不聽 你再說一次 你在下跌給聽眾 哇 你真的相當卑鄙 你的聽眾 我想說 我想說 女神 基本上每個節日 都會穿回應節的衣服 然後出個post 其實很期待 他清明節會出的 但是沒有 好了 我們說回剛才這位的網友 這位的網友 就是在小田急鐵那裡 我還不容易 繼續延續這個話題下去 他又獲得一張什麼卡 是一張好人卡 那大家說什麼事 他被車站拒絕了 他說他是好人 其實你是個好好的人 不過呢 我們真的不適合做情侶 不是 車站 令他失戀 這張好人小卡 是真的感謝他的好人好事 那是什麼事呢 為什麼會 車站頒一張好人卡給他呢 挺有趣 因為 這個車站 他曾經 在裡面 遇到一件事 話說 他在搭車的時候 看到呢 看到呢 有外國人 在車站那裡 嘔吐 不得到車站開 不知道兩個外國人 是不是喝大了 去旅行 他說 我要去那邊玩 我不要去那邊 我去那邊 叫車站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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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拓 可能就是這樣 到最後 哪間公司的吉祥物 走出來 就錄了 然後就說 其實我在這裡 天虎羅和壽司 兩樣都可以吃 還有魚生 還有刺身 最重要就是298 音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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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題 還可以有雞翼吃 耶 還有飲品 如果想找我們聲演廣告 可以隨時發聲 我們是很OK的 聽眾說不行 兩個太無恥 不想找你 你挺硬的 真的有點過分 你挺硬的 對 總之不是 沒有說那兩個外國人是什麽理由 不會真的 天虎羅和壽司派 但是 開拓了 開拓了 不如說開拓著他去勸交 相信他應該是懂些 講外語那種 可能他在那裡說 sir what's going on 去哪間店舖 天虎羅和壽司都有 他是不是唱Michael Jackson的 just believe 看一些日本人 you see how chaos the Japanese people are 看他多 chaos 想看我們在這裏打MMA 我就不要打給他看 兄弟我們沒有一本見識走 我們一起打他 既然我們兩個不打 就打他 不要不要 他不是因為成為一種被打巨像 所以那兩個不打 他是真的成功勸交勸那兩個 就是那兩個 他就說 no sushi no tempura we go eat ramen ok lamen is better 不是啊 we go 非天生地 然後那個外國人 oh it's a good idea kawaii kawaii 這裏面完全沒有提及過 跟事實完全不符 我也不知道事實是怎樣 他沒有說 我們幫他補完 也不是真的 我已經是戲劇效果 ok 不過如果想找我們配音 廣告 天虎羅和壽司 隨時找我們 很大 非天生地找他 他比較熟 不是啊 身體我比較熟 士多米的身體 和朱古力的身體 也比較熟 好啊 我要找你拿 番茄炒蛋 番茄炒蛋 說回國外國人 結果他就說你 就番茄炒蛋 總之 那兩個國外國人 就是被他勸交成功 他就及時制止了他們 嘔斗 所以 甚至說 有些時候 應該相信那個時刻 可能連車站的人員 都未必處理到 可能一來未必這樣過去 或者可能和你溝通不到 有時候 等著 車站工作人員 你怎樣都一定會懂英文 但有時候 你可能這麼巧 那個站那個 不懂就不懂的 日本人那邊 那邊可能 那邊 車站工作人員 一定要懂英文 對 他又不是英文老師 日本那邊的英文 真的不知道就不知道 他都會 所以他那邊 我假設了英文 可能外語 可能他講西班牙文 這麼巧 他懂西班牙文 也都可以的 不知道 但總之他就真的 解決了 幫到他們 沒有啊 一來這些工作人員 來不及 還未來得及 就去解決 或者可能解決不了 他就幫忙解決了 所以 那些城下 可能都說全靠他 幫忙解決了 總之就發肝哥為肉白 對 這個小田急電鐵 所謂小田急電鐵 就寫一張 不要寫 就給了一張的卡 就是認證 感謝你的善意 非常 我那句日文字 應該沒有記錯 應該寫著 阿里卡托 那些 阿里卡托 上面 第五十一 我拼不拼 應該是 總之拼了 就說 多謝你 再下面加一句 多謝你的善意 很感謝他 那張卡 就拍了好人卡 大家說 想不到 無緣無故乘車 都收了好人卡 大家半開玩笑 這樣說 然後有些人說 還有人還用好人卡 那些經常說的 就是什麼 恭喜你啊 你真是一個好人 然後有人說 集齊十張 是不是可以免費搭乘車 不是的 集齊十張 就可能有其他東西送 這個難驚來的 有些人就 很純粹地 去覺得 這個人是一個好人 就跟他們說 這張卡是你應得的東西 都覺得他很好 有些人經常說 被人擔心一張好人卡 很尷尬 因為他那個圓鋪 都自己玩一下 怕好人的東西 因為那邊的錢 有些人說 原來 大家經常說 好人卡是一件很傷心 很尷尬的事 但這張好人卡 就是一件善事 也就是一件 大家覺得好人的東西 這張好人卡就是必須的 都值得這樣 有些人說 認證是好人 就叫做好人好事 大家聽來溫暖一下 笑一下 這樣 這張東西玩一下 手像 比好市民獎還好看 好市民獎 不知道 但因為好市民獎 相對來沒有那麼罕見 定時 有些好事一定會有 但車站自己出給你 我不知道日本好市民獎 對不起 但可能車站給他 原來他覺得怎麼跳出來 可能他也未必知道 車站 原來鐵路公司有這一種卡 這樣 他又覺得很特別 收到 不知道有這些東西 就叫做收到得意分享一下 這些都是好人好事 今天新聞主要都是這樣 輕輕鬆鬆 說一些有趣話題 最重要的是 有趣一下輕鬆一下 大家開心一下 叫做輕輕鬆鬆來度過這個下午 如果剛才各位慶眾 拿著一盒飯 拿著一杯咖啡 吃正愛的東西 不好意思 有東西尋仇找他 不要找我 是 沒有問題的 找他 找他 不要找我 我為人家做事 很有擔當的 放心 找他擔當 我最喜歡有擔當的人 靠他擔當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多謝各位收聽 下集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